美俄博义不断加剧,双方互相制衡,暗中较劲越来越激烈。 由于俄罗斯可以出手的手段不多,能够打出的牌不是太多,俄罗斯整体上基本处于手势,当然处于手势不代表被动挨打。 这只是俄罗斯的策略而已,见招拆招,强硬应对,不让美国占任何便宜始终是俄罗斯的基本策略。 所以美俄博义几年来,虽然俄罗斯很少主动出击,但是也从来没有吃过亏,关键时刻总是会拿出致命一招,让美国很难受。 比如在叙利亚都突然出击,直接导致美国的精心布局破产,在黑海只要美军舰挑衅,俄就直接导弹实弹射击退美军舰。 不过俄罗斯也并非紧接是防律不出招,近期就有了一个强硬招数,那就是瞄准美国的命脉和致命软肋出招了。 2018年8月21日,俄罗斯通讯社报道,俄联方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德米特里舒加耶夫表示,处于对美元不稳定现状的担忧,将会放弃美元结算方式。 俄国防部向47个直售对象发出了号召,也就是今后将会拒绝在军火交易中用美元结算。 很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结算方式的问题,而是涉及美元霸权的核心问题。 俄罗斯直接召集了近50个国家,联合起来向美元结算售部,就是直接瞄准美国的命脉联合出击。 舒加耶夫指出,美元的可靠性越来越差,包括军火、石油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,采用美元交易存在太多的风险。 俄罗斯与相关国家历史协力警告采取措施,早日与美元结算脱钩。 毫无疑问,俄罗斯联合近50个国家,组建反新美元结算联盟,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坏消息。 意味着是要动美国收割全球财富的奶酪。 当然俄罗斯这次拉拢近50个国家,切断美元结算仅仅是在军火交易领域。 每年涉及的金额也就是200亿美元左右,不会对美元的霸主地位,造成致命性冲击。 但是这是一个开始,也许将来会有更大的影响。 通过这次俄罗斯的官方表态来看,俄官员指出的是大宗商品交易去除美元,而非仅仅是军火,这次只是率先从军火开始而已。 军事专家指出,按照俄罗斯的涉嫌在军火交易,脱离美元成功之后下一步,还将涉及更多的产品。 不排除最后直接在石油交易领域脱离美元,石油美元是美国收割世界财富的命脉,也是美国经济的命根子。 如果动了石油美元,那么美国的美元把全体系也就崩溃了。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出,俄罗斯召集47个国家,组成了近50个国家的联盟,率先在军火领域放弃美元,其实就是开了很不好的一个头。 这将会打乱美国进行维护美元,为基础世界交易格局,会对世界市场造成极大冲击,引起不稳定。 美美指出,对于俄罗斯挑战美元BV的做法,美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,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